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你不会傻傻的 数字从头数到尾 123 这个不是 4567 OK大概我想应该至少要数个 三分钟 快一点两分钟要吧 而且还不能被干扰 人家 数到多少 忘记又重数一遍 所以 有没有什么快点的方法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请告诉里面 有资料的有几个 没资料的有几个 那你要怎么知道 第一个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懂得用什么 用数学 应该 是不是数学还是统计 统计里面的样子 刚刚是用数学三角 现在统计 统计里面你找一个 C C O U N T 看看 对 Count 在统计里面的话有Count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说 有哪些函数可以用 你就稍微看一下下面 计算范围中 包含什么 数字 数字的什么 除成个数目 那不就完全 Match 我们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 按确定 再来怎么样 把范围给他 所以记得给他 是一个范围 OK 好了就按确定 53个 答案就出来了 好 再来的话 刚才有问到 请你告诉我 再隔一个 隔一栏 这边 请你告诉我里面 有资料的有几个 有资料 实际上这范围里面 怎么样知道有资料 其实也是一样 统计里面 往下找你就C 或者打一个CO好了 CO UNT Counts的底下 会有一个什么 Counts的什么 Counts的A 多一个A Counts的A OK 那底下有个说明 计算范围中 非 有没有 非 非空白的 所以答案就出来了 按确定 那一样的方法是 把这个范围给他 按确定 59个 就很快 所以以后你要计算 大范围 你不要傻傻的一个慢慢选 就给他一个 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插入函数 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找里面空白的 比如你要计算里面 空白的 其实是不是 CO 一样 其实这番Count 它这个群组 蛮多 Counts A 往下 有没有 Counts Blank 有没有 顾名思义 Blank Blank就是 空白的 按确定 一样给什么 给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的空它 按确定 7个 所以加起来的话 66 所以这边应该是 6列 应该是 11栏 OK 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错 那当然 一样可以把它改写成VBA 不过这个改写成VBA的 这方法 还有一点点 小复杂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 等于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 直接就 来 看一下 就是Counts 这个怎么去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说我需要怎么样 如果我要需要去计算说里面有没有资料或没有资料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用什么用空字串等于空字串 来判断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先了解一下 Counts 计算 里面有没有数字的 有资料 没资料 再来就是那个Countif Countif可能我觉得比较重要 这个Countif跟刚刚那个Sumif有点 类似 但是Sumif是什么 Sumif是加种 但是呢 Countif是 不是加种 是几个 你告诉我最后有几个 所以刚刚那一题 教授研营习这一题 你也可以 假设你要 改写成什么 不是 我根本就是说